古今明明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作品 其實這首歌應該跟綠島寫的樂曲一樣 比我們在座大部分的年紀都還大 但是聽起來還是非常好聽 對不對 接下來要介紹這首歌呢 大家都以為是我們台灣人寫的一首歌 其實這首歌呢 是受到台灣的民歌的運動影響以後 新加坡政府就辦了一個新搖的比賽 他覺得台灣金運獎既然可以改變了 整個流行音樂的整個的內容 以及整個創作力 那他覺得他們也可以辦一個新搖 來增加他們的創作能力 那我是第一屆就可以去邀請做評審 當時的感覺覺得說 這個山寨版的金運獎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力 不過十幾年以後我就發現我錯了 因為聽到了這首歌 發現說其實山寨呢 是創新之母 很多事情都是從山寨開始的 沒有山寨就沒有開始 其實我們學書法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都是看以前人怎麼寫 綜合各家所藏 然後自己選一個比較特別的一種感覺 去融合走出自己的路 那這首歌叫做城裡的月光 有聽過嗎 大家都不知道這首歌是 新加坡人寫的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欣賞這首歌曲 謝謝 謝謝 有个记忆会浪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迷惑 总有这件事的思量 世间晚间的电话 爱把友情的人分不两断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找些相伴 山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问问她心房 看她了人情举散 能不能多点开了片段 山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她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散乱整个夜晚 如果这首歌一页熟悉 也请您在天地里面唱歌吧 那我们可以带着录装一起的唱歌 kin 每个星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的情意没不散 每个誓言 某一个遗憾 总要知最实的思量 世纪冷静的缘分 害怕有情的人分两脑 心只得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这心想办 看来 山里的愿望 把你眨眨 请问问他心吧 看多了人间沮丧 能不能多年快乐片段 山里的愿望 把你眨眨照亮 亲手护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散了整人夜晚 山里的愿望 把你眨照亮 亲手护桃身旁 沉默的愿望 把你眨照亮 亲手护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散 让幸福散了整个夜晚 山里的愿望 把你眨照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